台东县卫生局配合国民健康署在107-108年 HPV疫苗接种服务计划 是为了提升家长和学生更进一步了解 什么是HPV接种有什么好处 特别在县府的大礼堂办理的说明会 是邀请卫生所全永续医师担任课程的讲师 来解答民众的提问 医师借由简报向语会家长和校户说明 HPV人类乳涂病毒疫苗 子宫颈癌是国人女性癌症死亡原因第七位 医学研究证实感染人类乳涂病毒是导致子宫颈癌的主因 面对子宫颈癌的威胁 卫福部国健署自去年12月中旬 全面补助国医女生免费接种HPV疫苗 为了让民众能熟知HPV疫苗 台东县卫生局日前也特别举办了说明会 邀请全永续医师为民众解惑 希望能够提升我们县里面的HPV疫苗注射的一个注射率 然后也在此同时也就提升大家一个 对HPV疫苗注射一个正确的观念 它是一个人 中文叫人类乳涂病毒的疫苗 其实大家有可能身上都会感染到 只是说根据每个人的免疫力的不同 导致它发病的作用其实不太一样 它主要还是从我们的皮肤黏膜感染 所以不管是有没有从这性行为 还是有一些黏膜上面的接触 都有可能团染到 施打下来 因为这个施打下来 其实已经是十年了 从国外的经验来讲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台东县卫生局表示 此次公费注射疫苗为二价HPV疫苗 并透过校户端配合政策推行 安排校园接种 今年度疫苗接种成果预期可超过九成 记者夏家会台东时报道